話說我們平時搭到的高鐵列車 操略可以分為四大類 分別是最舊的和諧號 由港鐵營運的動感號 相對而比較新的復興號 以及最新在疫情期間才開始搭的智能復興號 這架智能復興號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它的商務座 據聞是好像飛機的頭等艙一樣 那麼正的 而搭它大家就不要以為會很怪怪 其實最便宜最便宜 百多元就可以搭得到 雖然這架智能復興號在香港我們都可以搭得到 但是假如我們在大陸搭的體驗是會好很多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到深圳北站 來看看這架智能復興號的商務座 究竟有多麼正 Let's go 在大陸搭商務座入站的時候 已經可以走一條定性不同的專用通道 例如在深圳北站 假如我們由東廣場入站的話 在最右邊的就是這條專用通道 由於只有商務座的人才可以用 所以在那裏排隊的人數相對而然是比較少的 很多時候是完全不用排隊就可以入到站的了 另外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早一點入站 因為高鐵站裡面其實是有一個給商務座人士專用的貴賓室的 飛機的Lounge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去過 但是高鐵的Lounge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進來呢 不過也老實說 這個Lounge大家就不要以為是甚麼很豪華的地方來的 雖然座位普遍都坐得挺舒服的 但是外面的野食野飲就真的有少許鹹 野飲都是一些比較簡單 不是太值錢的款式 而野食就完全沒有任何熟食的 只有一些預先包裝的餅乾、蛋糕等等 不過進來貴賓室的時候 他就會派這個動棋的牌勢給我 叫我可以放在桌子上 時間上車的時候就會有工作人員走過來通知你 還會帶你去閘口 走不用排隊的專用通道早一點入閘 下到月台甚至會提醒你坐哪一個車廂、哪一個位 今次這段片是由團結香港基金贊助的 大家如果有看TVB的話 可能都有看過由他們的冠名呈現 主題圍繞內地發展 每集分半鐘的電視節目資訊短片 今年就足足推出了四個系列 80集那麼多 好像近來越來越多人不想吃喝玩樂 大陸的科技發展有多迅速 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譬如插臉支付、智能蔬菜等等 想了解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潮流 就要重溫剛剛播完的科技前緣 共享數字經濟啦 先前試吃深圳無人機外賣的時候 我就推介過其中一輯 科技探索、城市創新動力 節目是介紹了不同內地城市背後的科技創新成果 和科研產業 大家如果去到大陸不同城市玩的時候 不妨了解一下它們的特色和近年發展啦 而如果你對一帶一路或者香港科研成果有興趣 就不要錯過另外兩輯節目 科技前緣共建一帶一路 和科技探索香港創新活力 深入展出介紹一帶一路的合作領域 和香港的科創成果及發展 四輯節目先前已經在無線電視黃金時間播出 想看多次的話也可以去到團結香港基金 或者當代中國Youtube頻道重溫 Infobox就可以看到相關的網址 而除了無線電視之外 明年一月團結香港基金 將會在開電視、開TV有新的合作節目 訪問香港不同領域的科學家 觀眾可以了解它們的科研成果 如何為香港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大家到時記得要收看啦 好 乘搭商務座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通常是在整架車最頭或最尾的車卡 所以入了閘之後 要走相對比較長的距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商務座究竟有多欣賞 好像飛機頭等艙的感覺 每個位置、位置和位置都會有一個職位 如果你想絲密度再高一點的話 這裡還可以拉起來 這樣就可以完全隔絕 不怕被愛人騷擾 然後非常之闊落的一個座位 還可以調校 在每個座位旁邊都有一個Panel 除了可以單獨調校iPan 和腳踏角度之外 甚至有三個Deforce的Mode 中間這個稍微躺下去一點點 而最右手邊這個就是屈肌 可以做到完全躺平 就讓你可以很舒服地睡覺 另外上面這顆就是呼叫服務員的鍵 這裡還有一個記憶綿的cusion 在座位前面這裡有一個浪腳的位置 等你躺平之後就可以把腳放在上面 更屈肌的地方就是有一雙拖鞋 如果你想睡得舒服一點 就可以拿這雙拖鞋來換 在浪腳的位置上面這裡有一個螢幕 這個螢幕我們稍後再研究一下 繼續說回右手邊這個位置 上面這裡有一盞閱讀燈 對調校不同角度的 下一點有兩個USB 位置 再下一點是一個耳機位置 以及兩個插數位置 如果touch route 你真的忘記了帶充電線和充電器的話 也不用怕的 假如你的電話是有無線充電的話 現在這裡還有一個無線充電的位置 旁邊還有一個擺盃的位置 另外這塊木板揭出來 其實還隱藏了一塊化妝鏡的 在擺盃位側邊有條帶 拉出來就是一張接叠的桌子 同一時間左手邊的扶手也會同一時間升高 就可以將這張桌子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另外在右手邊這裏 其實還有一個可以接上去的扶手 如果你覺得這樣有個扶手在 安全不舒服的話就可以收起來了 如果你覺得冷氣太冷的話 就像飛機一樣 你也可以叫服務員 給你一條木箱給你 起一起 當然如果反過來你覺得太熱的話 在每個位置上方都有兩個冷氣出風口 只可以調校大細風 還可以調校每個角度 最後我們來玩一下這個螢幕 可以看到現在的車速 外面和室內車廂的溫度 運行信息 看到我這輛車 下一站是去到府門 還有下一站是我今天的終點站 黃州南站 也可以看到這輛車 每個車卡的座位偏配 例如我們現在就在1號車A1 如果你像我這樣 第一次乘搭這輛智能復興號 不清楚整個雙母座的座位 究竟有甚麼功能的話 你也可以按這個座椅功能 裡面就會有所有東西的一些說明 不過這個高鐵娛樂中心 我發現剛才混合了很久 都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我起初以為這裡會有電影可以看的 這次就不會這樣了 開了車沒多久之後 就會派回忍一支水 一條濕毛巾 還有一盒零食盒 現在來看看這盒零食盒究竟是甚麼 有點冷開 都挺多東西 有牛肉乾 一條燕麥朱古力 原味青豆 玫瑰味土肉 烏龍茶曲奇 還有一包盒盒的鹽焗腰果 在零食的時候 職員還會順手問你想喝甚麼 都有好幾款飲品可以選擇 我就選擇了最健康的橙汁 另外如果是午飯或晚飯時間 乘坐零食盒會升級成為飯盒 問過工作人員 應該是11點多和5點多派餐 想試吃高鐵餐的話 就可以選擇在這些時間搭車 又說每個智能福興號的 零食盒車廂就只有6個位 兼且是有門和車廂的其他部分分隔開 所以這裡真是好整 加上硬件真心是吸得住飛機頭等艙 絕對是五星級的享受 而除了剛才上車的時候 貴賓室會有人帶你直接上車之外 如果是搭到一些超巨型的車站 例如廣州南站 你還可以在12306上 提早預約出站引渡服務 下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人站在月台等你 他不單是會帶你奪證件出站 還會問你是有人接你還是自己叫車 然後帶你去到對應的位置 確認你上了車才會走 不熟路又趕時間的人 就可以用這個服務 順便講講智能福興號的二等座 和普通福興號的有什麼分別 主要我想是有三個 一不單是插數位移高了 去到坐墊和坐墊之間 還有USB位 在前面椅背上甚至有多一個USB位 只帶一條USB線就可以充電了 二多了很多無障礙設備 例如特置指示 輪椅位 無障礙廁所等等 方便有需要的人士乘搭高鐵 三 走廊位上的螢幕都大步了 而且還顯示下一個站的資訊 不用怕會不小心坐過站 如果想在12306買智能福興號的車票 就要留意班次左上角 是否同時標示著福興號和智能動車 想再直接一點 只看到智能福興號的班次的話 就可以在篩選中的車組類型選擇智能動車 現在每天在西九龍站 總共開出四班智能福興號列車 而來往深圳北的商務座價錢是226元 當然假如你像我一樣 在深圳北站搭去大陸其他城市 價錢就會更便宜 例如去廣州南站就只是199.5元 近一點的府門更加只是104.5元 給百多元就可以享受到頭等艙的體驗 真的很貴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搭高鐵還有任何疑難的話 歡迎透過Facebook或IGPM我 我懂得回答的話都會盡量解答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